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伟霆 刘律师 大家在节目当中 常常会看到我们律师 分析很多专业的法律 那会觉得说 律师其实非常理性 可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其实会遇到很多 很难以用理性来解释的 特别就是在承办案件的过程 可能有发生一些 超自然的现象 那什么叫超自然现象呢 就好像有人会讲说 是不是被害人委托律师 然后甚至死亡了 还来律师托梦啊等等啊 这一类的状况 其实在我们的职业过程当中 多或少都会遇到 那例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可能律师啊 人家来委托的时候说 律师我跟你讲 我今天是问了什么神明 拜了什么庙 然后经过拔签 或是这个当机去当以后 说一定要指定你 那才来找你 类似这种 我们也觉得说 虽然我们的工作非常理性 但多少会遇到各式各样的 那像我们在职业的过程 我们会到各地的法院去开庭 有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法院 它也会让我们觉得说 各地法院都有一些传闻 像我以前自己任职 在士林地方法院当书记官 就可能有传闻说 晚上尽量不要在这个法院里面 因为过往曾经有人 可能在这里轻声 跳楼自杀 或者是在里面发生一些 命案等等的 那因此呢 有一些比较灵异的故事会传出来 那各地法院都有各地法院的一些 灵异故事 又或者承办案件 都会发生一些灵异事件 那今天在节目里 就想跟大家好好分享这些 让我们难以解释的 灵异事件簿 好 我们的节目呢 今天也邀请了两位 我们的来宾 来非常期待他们 来跟我们分享一些 很多跟我们司法有关的 这些灵异的传闻 首先呢 我们邀请我们的谢富凯 谢大律师 主持人好 苏医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苏毅前 苏大律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两位大律师啊 你们在职业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过或听过这个事情 关于一些比较灵异的 我自己一开始在 扶涕待遇的时候 在司法院 那司法院的话 其实以前 人家就讲说 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 为了想要 毁弃 之前清朝时期的一些 汉族的一些文物 所以就故意在 原本是文武庙的地方 设刑场 或者是有一些 这个牢房等等 后来就是 变成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 就变成司法院了嘛 那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就常常感觉 司法院里面 一般开庭的民众 大概不会遇到 我们律师大概也不会遇到 但是在那个 就是各厅处 他们在行政人员上班的地方 其实 有一些角落 就是 你就会觉得 像这种 现在夏天 你还是经过它 还是觉得会有天然的冷气 非常阴凉 对都不需要 特别再去吹风什么 你就会觉得不知道从哪里 就是会有一种 这个怪怪的诡异的气氛 然后学长都会提醒说 就是认真工作 然后晚上尽量不要加班 要不然你下班 可能会不会听到什么脚步声 你都不晓得 所以那个司法院本身 可能设计非常精美 它是冬暖夏凉之类的 还是其实根本 跟冬暖夏凉之类的 冬天有没有温暖不太知道 但是夏天很热的时候 却有一些地方 蛮凉爽的 很奇怪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些难解 而且司法院是一个非常 年纪非常大的建筑物 历史久远 所以这个搞不好 过往发生过什么事情 也都不知道 对啊 那一泉呢 这边有没有遇过 我们这边是比较少遇过 不过刚刚陈儒 刚刚谢律师讲 有一些禁忌 就是很多时候那时候 刚当律师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人分享说 比如说什么 居留室啊 法院的居留室 法院或是说法院那边 警察局那地方 说那个地方就是尽量 反正晚上不要逗留 但是有时候我们赔真需要 对啊 我们个人比较 天生可能就是 前面不怕情 年轻不懂事 我们就直接在那边睡 那有时候我在那边睡着 说法警来推 然后他就说 律师可以不要在这边睡觉吗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请问有爱找大家吗 他说我们这样会怕 然后我心情就想说 奇怪我不怕你们怕 对啊 那为什么怕你 对啊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但是很多人都说那边可能 睡得不舒服 但我们睡得挺安稳的 你说居留室里面 就是他们外面不是类似 就是不是在关在里面 对 就外面那个地方 然后其他人在那边等的时候 大家其实不管再累的时候 其实都不太好睡 因为可能不管是心理压力也好 或是那个地方设计本来就不是很好也好 对对对 或者是说刚刚他们可能那个奥妙的设计 造成那个神秘的气流回轩 对不对 那个地方就特别阴凉 但我们在那边睡的时候就觉得 也特别安稳 特别安稳 所以你是正气凛然 所以你遇到这种状况 也都没什么事情发生 也许可能我们是同类 就是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觉得 大家会想说 好像大家都同类我也不吵你 所以就是个人就是对这种东西 就是你们刚刚讲的那些 其实这个忌讳其实好像 其实不管是地检署 法院警察局 调查局等等之类的 只要跟这种刑事有关的 应该都会有 对 假检都会有 所以我们等等也有很多故事 要分享给大家 请大家好好收看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体质的关系 还是说是其他人的因素 有时候官司打一打之后 不是我这边委托人死亡 就是可能是相对的死亡 有一次我记得印象最深刻 是打一打之后是 对照律师就死掉了 对照律师死掉 什么原因 那就是那一件还蛮 那个对照律师还蛮有名的 是一个值得轻重的前辈 台南那一件从背后被车撞死那一件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要讲这些 有点像是鬼故事之前 大家心中要先有一点正气 以免真的就被这些鬼故事给吓坏了 像我自己就曾经遇过 我曾经遇过一个妈妈 跟她的先生跑来委托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她自己的太太 也是这个妈妈的女儿 或是先生的太太 她在外面看起来 是自杀 吃安眠要自杀 而且还留了一张遗书 那死在哪里呢 是一个男子的家中 那这个先生就一直觉得 我的太太一定是被这个男子给害死了 而她的妈妈呢 也一直高度的怀疑 我的女儿就是被这个男子害死了 因为她这个女儿啊 本身呢是从外配嫁到台湾来 那再生了一个小孩 可是呢家里的经济环境不好 所以呢夫妻都要工作 太太呢就去从事这个按摩的工作 正常的按摩 不是不正常的按摩 那可是因为这个按摩的工作 常常就会接触到 不管男客人或女客人 那不小心呢 就跟一个男客人产生了情愫 可是男客人呢 有一点就是感情上 只是玩玩而已 而这个女儿呢 她却是真的爱上了这个男生 也希望跟这个男生可以在一起 希望跟原本的先生离婚了 可是呢这个男生呢就一直觉得 啊我们不要啦 我们就是这样子互相 就是当男女朋友 慰戒就好 不要真的有这个离婚 结婚的这种状况 所以最后这个太太 这个女儿就受不了了 然后就自杀了 她的妈妈一直觉得 故事不是长这样 她觉得呢 是她自己这个女儿 明明就不想跟这个男的在一起 这个男的一直纠缠 那一直纠缠她 那甚至有金钱上的往来借贷 那最后呢 被这个男客人折磨到受不了 所以只好自杀 或者是说被强迫 为死安民要死亡的 并不是一个自杀的状态 是一个被他杀的状态 那我就跟这个妈妈讲说 好吧那既然如此 我们当然也找了警方来协助调查说 是不是跟这个男生 有金钱债务的往来 是不是有情杀的关系 那请求调查 那我也请到妈妈说 那你也把你这个女儿的手机 可不可以拿来给我 因为很多时候 这个女儿的手机里面 女生的手机里面 很容易有很多的证据 那我就呢 妈妈把手机拿来 我就开始滑这个手机 看了很多 的确这个太太打了很多电话 给这个男生 然后也有一些对话 这个跟他情绪上面的对话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还我钱 什么什么 不然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哇好多情绪的对话 然后我也打开 他的手机相簿里面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 这个互相什么样子 出游或什么样子的照片 就看到一张照片 我自己吓到 这张照片是这样 这是一个房间的照片 男子就做照片 但是左上角居然有一个女鬼的头 黑白的 而且这个女鬼的头是劈头散发 然后这个头呢 就是这个死者女孩子的照片 我一看到手机 我整个就吓坏 整个从椅子上跌下来 我说哇 怎么会有这个照片 就是一个这个画面看起来 是要索命的 就是这个女鬼 要来跟这个男子索命的照片 我看到这照片 我可以得知这个女生 非常多的怨恨 在这个男子身上 我当然就后来把这个照片 提供给警方 也提供给这个妈妈 也让妈妈看到说 哇原来他的女儿 带着这个怨气死亡的 那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就留待警方 后续去做一些调查 只是从这个 这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我看到的就是 哇这个有点让我难以接受说 怎么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存在这个女生的手机里 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些线索 让他知道他是被害的 然后有非常重的怨念 在这个男子的身上 那当然最后这个男子是坐牢了 可是他坐牢的原因 不是因为杀人的部分 因为杀人部分他需要举证 他遇到的是侵害配偶权 以前叫做通奸罪 然后呢是进去坐牢的 所以在这个过往 我发生这个案件里面 也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然后印象非常深刻 现在在我脑海里 还刻画了这一张照片 让我这个 每次想到这个故事 就有点觉得说 哇一个人这个感情上面 导致另外一个人死亡 不管是自杀死亡 或是他杀死亡 但总之这个怨念不去的时候 其实留在在世的人 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富凯 你有没有遇到这一类 或碰到这类的故事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 是有这个 当事人养小鬼 这个某一个男生 他本身是恋童癖 那但是呢 他又对这种可能比较鬼怪的事情 他又比较有这个信仰 所以呢 他在这个喜欢小男生的情况之下 然后他又养小鬼 那他养小鬼据说 据说啦 就是说那种养那种小鬼 他需要这个青少年 或是说少女 不一定就是 反正就是小孩的 这个血 来去供养他这样子 那理论上用越 越像是接近人的 如果你用这个 动物的什么 可能那个 法力没有那么强 可是如果是用人的话 就法力就会最强 但是那个法力强的话 你其实也很难控制他 所以这个男子 他为了要供养小鬼 然后小鬼又太强 他又去请了一个 就是鬼妈妈 来帮他一起 那个鬼妈是人还是 没有也是他另外养的 也是另一个小鬼 但是叫鬼妈妈 他养 他为了要养小鬼 然后养了一个女鬼 来帮他管 类似有点管小孩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再怎么样 要养那个小鬼 他变成要去 等于是要去谋害这个 他刚好他自己喜欢小男生 可是他自己又没有那个管道 所以这就只好去找 那个别人有管道的 可以拐小孩子来的 所以这整个事情会爆发 就是因为某一天 那个国小 这个小朋友 课后班怎么没有去上 没有去上安亲班 然后呢 安亲班的 那个找不到人 家长就问说 诶 为什么我小孩放学没有去安亲班 安亲班说 诶 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 是某某主任 去那个主任那边上课了 后来就根本没有那个主任 所以家人很着急 照照照照照 找到后来去调那个通年记录 调通年记录以后才发现说 是某个人假装是学校主任 那所以赶快去 照这个通年记录去找那个GPS 发现地点 结果找到的时候 那个小朋友已经被害死了 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去拐 拐这个小孩子来的人 是奄奄一喜啊 因为他可能也被冲到了 就是拐小孩来的自己都 对对对对 因为他就是要帮忙 那个恋童癖来养小鬼 然后所以才来拐小孩子 对对那但是因为那个新 因为后来那个是有上新闻嘛 就是说照远景的描述 就是他们破门而入的时候 整个现场就是 非常阴森恐怖 因为有有这个养小鬼的棺材 然后又又有一个 后来才知道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是为了那个小鬼太闹了 就是说鬼妈妈 对对对 所以还还另外供养一个鬼妈妈 然后来来镇住这个小鬼 那这整个事情爆发之后呢 那当然这个爸妈是非常的难过 但是实际上当时的那个法院判决 其实就是被害者的父母 他当然有去请求这个 因为这个小孩子死亡 然后有去发支付命令 但是那个金额当然一方面很高 因为相对来讲 这个被告他也不会去议议 对啊那但是但是这个东西显然 没有可以执行 因为后来到最后这个被告 他本身是被判无期徒刑 那当然这个牵涉到 他杀了很多小孩吗 最后浮出水面的只有这一个 但是因为他因为另案 他因为那个我刚讲他的恋童癖嘛 他主要是因为最后真的发生人命了 所以他前面有这个喜欢小男生 然后一些那个强制猥胁的行为 因为毕竟没有到那个强制猥胁的程度 那个部分他有被抓到后来判了18年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我刚讲的这个 过失自人于死啦 但是那个时候 过失自人于死的行度其实也还没有很高 对 所以就变成说合并起来的话18年 然后再去加以前那时候应该两年以下 但是至少因为强制猥胁的部分有宿罪有成立 所以这个事情这印象真的是比较深刻 所以这个为了要杨小鬼真的弄出人命来 反而自己是要被抓去关 甚至还有判死刑这么严重的 那义权这边呢 我们这边就比较 通常比较不像这么惊悚恐怖啦 对啊 但是如果是因为那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当事人 就是我们说官司打一打的时候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不知道是个人体制的关系 还是说是其他的因素 但我想都一律巧合 就是有时候官司打一打之后 不是我这边委托人死亡吗 就是可能是相对人死亡 有一次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打一打之后是 对照律师就死掉了 对照律师死掉 什么原因 那就是那一件还蛮 那个对照律师还蛮有名的 是一个值得敬重的前辈 就台南那一件从背后被车撞死那一个 哦 就是他们打一个移婚官司 然后老公 他跟那个案件一点关系 跟我这件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 然后老公很生气 开车撞死 案子进行没玩多久 然后就发生这件事情 那理的是什么案子 你跟那一位律师打的是什么案子 一般就只是一般工程款债权而已 跟那个一点屁关系都没有 但很多人都跟他讲说 是不是人家很随跟你打 对到庭就会意外生亡 就连命都没 开庭也没有得罪 我之前还有一件更 更吊诡 就是一开庭完 然后他们开了两庭 那个律师就 第二次就请假 说他心脏病发 装支架 然后前面两次来的时候 都还正常心脏 第三次来的时候已经主拐账 然后感觉就是艳艳一喜 然后我有很多同行这时候都吓坏了 想说你是不是会什么神奇的黑魔防 对啊 还是你有养娇鬼之类的 然后后来想想说 讲的都是说 哇搞了半天就变成我变大法师了 这莫名其妙 对啊 但是因为有些时候一些真的很巧合 尤其是很多 有一个案件 我还记得我有跟当事人讲 就是那一种就是 爸爸抛家弃止 然后后来回头又卡来说 你要服养肺 服养肺 然后他们一边很生气 一边充满的怨念跟他讲 说怎么样怎么样之類 我都说 但一句假话 你们这个法律不能解决 看来他不死或你们不死 这个 你们这一个人世间的 债权债务关系是不会了的 讲完没多了 下一次看你他爸就死了 然后我当事人进来跟我讲 马律师 承蒙你几眼铁口直断 然后后来想想说 其实搞了半天好像变成我诅咒人家死掉 对 而且还真诅咒成真让他死掉 但他的子女很开心 很开心 我第一次遇过就是 看到自己爸爸死掉的子女的表情这么的雀跃 了解 然后我们就心心想说 我们这样到底是 我们是损因德还做功德 没有混乱 然后有一次是 另外是我们这一边 然后他也是 反正那个也是一样 就是长辈的财产搞不定 然后他们要借名登记 然后这时候有个关键的老人证的 然后这时候大家心里 然后这时候 就是传他出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一件齁 就是看天数了啦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呢 他如果出来讲对你们有力的话 当然没问题 但他年纪这么大 记不记得这种事情也不知道 然后就开玩笑的讲 如果他不小心死掉了 不就完蛋了吗 就开点前天就死了 开点前天就死了 你真的有黑魔法 然后他们看着我说 律师你是开玩笑的吗 我笑笑的跟他讲说 这种事情难道我说得准吗 对啊 然后那一次 后来官司 因为是关键证的 我们传不出来就有没输 但是我当事 一点怨言都没有 看到我的眼神功功近近 律师 案子结束了 谢谢你帮忙 然后他们就非也是 没有 赶快律师费赴很怕你 有负律师费 对 很怕你又讲了什么话 然后我心里面想说 哎呀你们怎么这么迷信呢 又不是我讲了就算 如果我讲了就算还得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这种事情 真的发生次数有点频繁 所以有些时候到处搞得 我们后来有点谨言盛行 真的 有时候心中 不能乱讲话 想想的时候本来想说 如果这个 我们先不要讲好了 如果这哪一天又讲死人家 对 以免照投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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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以免照都算在我头上 不过这一集播完以后 苏律师的案子一定非常多 每个人都来委托说苏律师 我没有要你打赢官 我只要你说 对方早点不在就好了 没有啦 我们有些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有些时候 我们嘴巴比较恶毒一点 就是我们遇到讨厌的人 我们都会跟他讲 一律祝福 众生 确诊 但是我们就不敢把他死字讲出来 他一讲 又一语成诚 了解 这真的是很悬疑 每个人能遇到的机运都不一样 苏律师就遇到这么多很奇怪的 刚好命运的巧合 希望我们互相不要成为对仗 好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把一个人灌到水里里面 那时候大概问 在审判他大概20出头岁 他就眼睛一直闭着 然后一直念 然后一直念 然后我觉得奇怪 他怎么这么激动 因为他眼睛一张开 被他杀害的这个小孩 就在他的面前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跟大家提到 其实各地的法院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传闻 像我自己本身 我以前曾经在士林地方法院服务过 那我们士林地方法院 有一个地方真的很硬 它叫做脏务库 脏就是收受脏务 就是别人偷来的东西 那种东西叫脏务 叫脏务库 为什么叫脏务库 里面放着各种凶器 杀人的凶器 窃来的偷来的证物 那还有很多包括毒品 然后还有厌尿的尿液 所以里面就有非常臭的这些尿液 成年尿液的味道 都在这个里面 然后你进到这个脏务库里面 它是由法警在看管跟管理的 你就会看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这个神 神明的这个神座在那边 那我就一开始我在法院服务 也不晓得这脏务库要干什么 只是因为我们得去掉一些 杀人的枪啊刀啊 然后就要到那边去申请 然后就看到 这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神明棒 在那边就问他说 这到底要做什么 他说我们这个脏务库里面 需要正邪 因为里面有很多很著名的 杀人的凶器啊 凶刀啊 枪支啊 这些可能都带有很多的 这个怨念在里面 所以呢 就需要一个神明放在这边 然后那些东西看起来 也都有一些味道 因为它毕竟放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过往可能也没有 也不能把它洗干净 因为我们需要它是证据嘛 所以东西都会留在那里 然后就会有很多这种传闻说 啊半夜可能这些 会里面会有传一些声音出来啦 又或者是说可能有人看到 有一些什么样的鬼魂 在里面走动啊 那大家就是对于这种地方 就会特别的毕恭毕敬 那这种是 就是法院里面的传言啊 来 我看有没有听过 或是碰到过这种法院的传言 我自己比较想到的反而是 我们以前上班的事务所啊 律师事务所 有听就你刚讲的那种就是 因为曾经就是说 以前我们还在 还在那个练功的阶段嘛 受雇的时候 当事人他会找大律师 就是我们以前的大老板 然后来分析他的那个刑案 有没有希望可以翻盘 嗯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 照法律逻辑去推演去跟他讲 像这个如果苏医师 那时候如果有这个技能 可能对跟他讲一下比较不会 我们那时候只有 就这个纯粹的法律逻辑去分析说 如果照这个 证据啊 对当时的法律 那个规定啊相关的证据等等的话 可能我们比较难去这个洗脱嫌疑 就是他还是会有罪啦 对 讲直白眼就这样 让他就觉得哎呀 可是就是他真的就是过不去那个坎 所以他就是去洗手间的时候 然后就从我们那个 事务所的这个外面的洗手间厕所 那个窗户就直接就跳下去 哇从事务所的厕所高楼 由上往下跳下去 对就跳下去 那跳下去以后 据说啦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进事务所 是我进事务所之后前辈跟我说 你晚上不要超过12点 因为你超过12点的话 这个 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奇怪的脚步声 哇 那如果又是从厕所里面传来的 天哪 但讲这个是 有的人是真的有遇过就是 不知道哪里来的脚步声 但也有人曾经有遇到之后 他真的大着胆子去看 到底怎么样 对结果他那一次是 遇到保全在关灯 就是晚上12点以后保全要寻嘛 有24小时的 所以真的会有脚步声 真的会有脚步声 但是有人是遇到了保全 但有人是怎么找都找不到 他也不想找 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传言 所以说虽然大家以前 这个可能大事务所大家会尽量 要把这个工作完成 好好下班 因为以前我们是责任制嘛 不像现在 还收入是有牢基法嘛 那你责任制 责任到12点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我们还是早点下班 要不然 不知道哪里来的脚步声啊 这个真的是很难 非常可怕 对 对 因为毕竟我们也只是做功德嘛 对我们来讲很多案件其实 也是希望能够帮大事务洗刷圆区 然后厘清事实 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的这个超自然力量 所以我们应该还是 除非我们有像书医师这样能够自己 至少保自己嘛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我们还是 就是先好好的做完分内的工作 回家早点休息可能比较好一点 对 不过我以前在士林地院也有听过 有这个当事人宣判 听宣判 宣判完有罪 当场就从法院的 例如说三楼的法庭 冲出去跳下来 就死亡了 所以就会 大家就会觉得 哇这个怨念很重 是啊 然后就觉得说 晚上你最好不要在法院里面呆太晚啊 太太晚了 你待很晚 大家当然想赶快回家 只是有时候不管是加班啊 又或者以前 这个申请机啊 然后常常还是会值班值很晚嘛 是 然后就会有人就有这种 也是一样类似传言说 你在法院里明明没有人 可是却会有脚步声 却甚至有些地方会突然开灯 那这种都让大家就会觉得 哇真的好多这种灵异传闻 特别是在老的建筑物里面 特别容易发生 来逸权 像我之前那时候你们刚刚讲这一些 就是这也不灵异啦 只是他们有一些禁忌很奇怪 什么就是 比如说监索出来的 他们衣服不要带回去嘛 对不对 然后你说从监索里面被关出来的人 对关出来的嘛 然后说什么不要说再见嘛 然后不要回头看有的没有 我们在来看来都觉得 有时候会觉得说 其实不用这么搞刚嘛 对啊而且其实说实在话 那个从监索出来的人 再回去的几率 高达大概八成到九成 显然是一定会再回去 然后我都会觉得说 你们过这个没有意义的仪式感 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 只是很多当事人说都会要求我们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就是 他衣服换完之后说 律师这衣服能不能帮我处理掉 然后我就说 请问一下要怎么处理 然后他就说律师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他说不然我要拿去金颅帮你画 还是我直接帮你丢 这是莫名其妙 不然就跟你说律师 就是我们现在回去就这样 然后就是类似 有他自己一套仪式 做一套仪式 但是我们心中就想 你还卡两件 你现在出来这几个月 你等一下没多久都要进去了 所以这衣服你还是留着 我想说你在玩这一次 都还可以再用 不要浪费嘛 对啊 但我们有些时候觉得 他们很开心 我们也不至于说讲这种 触人家眉头的话 毕竟我们到时候一个不小心一讲 那真的就出什么状况 了解了解 景言盛行 对对对对 我分享一下 我以前说我在法院工作过 法院还有一个地方 地检署跟法院都有 叫做后省室 等后省里的地方 叫后省室 就例如说我今天人犯 他本身是被羁押的 那他从那个看守所 就我们叫借题 就把他拉来法院等着 等一下开庭 那把他拉来 总是在有一个地方先关着他 然后等到开庭 法警会把他带上法庭开 那地方叫后省室 那我以前在担任书记官的时候 我就曾经到后省室去 去找法警 说我们有一个案件等等 要把他提上来 那那个人是谁呢 巴黎统失案的主线 如果大家有 比较老一辈或许会听过 叫巴黎统失案 是在巴黎这个地方 曾经发生一个 也是台湾第一件 把一个人灌到水泥里面 然后灌到水泥里面 然后灌到水泥里面 在水泥桶 然后再把这个人 这个水泥桶 丢到码头底下 水底下 他不会浮起来 因为灌了水泥 非常凶残的杀人的案件 被丢到海里面的这一个 被杀害的小孩 是一个15岁的小男孩 而杀他的 大概是他三四岁的 一个 一样是这个团体里面 他们一起玩在一起的 那没想到有一天 他居然为了勒索 其中一个小孩的爸爸 把他这个同伴 这个玩伴 给杀了 然后灌到水泥里面 好 那就是一个凶杀案件 当时候在举台 非常非常的震撼 因为台湾第一件 把人家灌到水泥里去 那这个开庭的过程 我就到后审市说 我们等等 要押解这个人犯上来问 然后这法庭就跟我说 就他 然后我就看这个 关在后审市里面 这个人犯 他就是大概20 就是那时候大概问 在审判他大概20 20出头岁 他就眼睛一直闭着 然后一直念 然后阿弥陀佛 然后一直念 然后我觉得奇怪 他怎么这么激动 然后我就问法警说 他怎么会这样 一般我们在后审市 就是乖乖的坐在那边等而已 他是眼睛一直闭着 然后很猙獰 然后一直念佛经 然后我就问他 问那个法警说 为什么 法警就跟我说 我们也问过这个人 问过这个祖贤 因为他眼睛一张开 他就看到 被他杀害的这个小孩 就在他的面前 所以他眼睛根本不敢开 而且一直念佛经 很希望能够超度这个小男孩 不然这个小男孩 就一直整天 24小时跟着他 我们要问案是白天 白天也跟着他 白天眼睛张开 也看到这个小孩 我当时也是毛骨爽 我说哇塞 还好我没有看到 不然那个小孩 应该就站在这个祖贤的面前 在这个后审市里 可是真的这个被告 因为他就是整天觉得 一直被这个小男孩缠着 所以开庭都认罪 我承认犯罪 这都我杀的 那整个犯罪 这个通通都攻出来 整个犯罪 那我们当然心中也会觉得 不管是真或假 是真的他看得到 又或者是心中害怕 过往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而感到懊悔 而有这样子的幻想 但我们觉得 真的就是罚网灰灰 或者是说天网灰灰 你敢做这个坏事 其实你后面就要承担 做这些坏事 带来的这些恶果 那他就整天心神不宁 整天都看着 他杀害的这个小男孩 来找他索命 所以他就非常害怕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觉得比较悬 我自己真的遇到的是 有一个案子 他为了要证明我们讲的是真的 我们需要传一个关键的证明 但是呢 那个证人呢 就是死活都不出来 然后结果 过了大概三年 那个证人突然出来说 他愿意出来作证 然后当然我有很好奇 就是说 为什么三年前你不愿意作证 三年后你愿意出来 他自己有算过 他如果三年前出来讲的话 对这个案子不利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刚我们两位大律师 还有我 我们都遇到跟大家分享这些 有点灵异 或者是说 跟我们一般常态不一样的故事 那还有一种状态 大家也常常听到 不过不一定会发生在律师身上 可能他会听到说 那个刑警啊 当时候在侦办很多的命案啊 那一直都是苦无这个证据 或者是苦无线索 不知道到底杀人的人在哪里 又或者证据在哪里 但是呢 有时候就会遇到 不管是托梦告诉这个警察 你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找 又或者是遇到一些巧合 让警察找到了这些线索 那我们律师在办案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呢 富凯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或者是听过人家讲过这种 我自己比较 我觉得比较悬的 我自己真的遇到的是 有一个案子 他案情其实不是很重要 重点是我们为了要证明 我们讲的是真的 我们需要传一个关键的证人 但是呢 那个证人呢 就是死活都不出来 但是也因为案情非常繁杂 所以案子一直拖一直拖 结果 过了大概三年 那个证人突然出来说 他愿意出来作证 然后我当然我也很好奇嘛 就是说 为什么三年前你不愿意作证 三年后你愿意出来 他就说 因为他自己懂一点 这个 补卦啊 算命这些 他说他自己有算过 他如果三年前出来讲的话 对这个案子不利 但是呢 他今年算的时候 欸觉得 可以了 所以他就 就愿意出来作证 那说实在啦 对我们律师来讲 其实只要你愿意出来作证 你什么理由 我们都可以接受 只是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那时候啦 那时候就觉得说 哇 竟然是 他自己算是 觉得这时候出来讲 对 就可以对这案件有帮助 我那时候只是想说 对我们律师来讲 你有出来讲 我们就已经 阿弥陀佛了 你还要算那个timing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而且最有帮助 应该是你的 耐造的当事 对 通过他的证词 可能会得到一个有利的结果 对但是他 就是我 我真的是真的是不能理解说 为什么 为什么要拖三年 但是他给我这个理由之后 我后来很多事情都释怀了 就是 你根本不晓得 你后来真的就胜诉吗 就 有比较有利啦 对但是后来 那个案件又继续一直一直在纠缠 还在继续 对还在纠缠 只是说他的确他愿意讲 某种程度上他松口 其实对我们案件是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对然后又或者是说 有的时候就是 你完全遇到 不知道哪里来的当事 就是说 通常其实大部分 除了主持人 这个书律师 大律师以外 很有名气 人家会慕名而来 我们通常都是 人家来介绍 说我是某某某介绍 或你帮他打赢过关 所以他就会来找你 对 然后有那种 完全不认识的来 你就会有点好奇 你就会问说 诶 请问一下你是 是网路搜寻到 还是谁介绍我的 对 他就说 诶 没有 他就是网路搜寻 然后呢 就因为他也觉得几个 他不知道哪一个好 然后就去 就去搬杯 他可能去找妈祖 说某某某某 律师 然后搬杯 没杯 搬到谢富凯律师 诶 有杯 然后就来委任的这样子 对 然后但是 但偶尔啦 这个好笑的就是 我不知道 当然 80%我大概知道原因 常常我被打成是 那个徐律师啊 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啊 徐富凯啊 对 所以我常常 我到 到现在 大概 不认识的人 10次大概有五六次 都会叫我徐律师 连那个 我这礼拜去开庭的时候 罚警都叫错 只要看到富凯就想到 对对对对对 他就叫徐律师 我都已经习惯了 就站起来要走进去 可是我回到 刚才你讲了 那个搬杯 或者是透过神明 来找你的这种 后来案件有没有打赢 案件有没有打赢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讲的是 我自己开业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经历过 一开始可能先学功夫 在大律师底下 然后后来出来开业 刚出来开业的时候 真的就是不知道案子在哪里 然后就真的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个当事人 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就跟我说神明指示 然后他讲了一个 我不知道是谁的人 然后就说要来找我 然后那个 一般我们现在应该也习惯 就转账汇款什么的 然后那个 因为那个当事人来找我 他是 他是 本来是计程车司机 但是后来那个 但是他给了我一叠 就感觉就是真的是 东臭西臭 就不是那种银行里面领出来 然后很崭新的 还有那个银行的那种 对 他就是真的是 感觉就是非常努力的臭来 然后那时候我就 后来就听到 就是说他就是 真的是去 哇 不会问来 说要来找我 那时候我才出来不到半年吧 也不会说 可能就是认识的人知道说 我自己出来职业 所以那时候我倒是 就是反过来还蛮感谢可能不知道哪一路的神佛来 帮忙你 对 帮忙我这样子 给你有这个案子 对 就一开始 因为我觉得那个 从一开始你可能人家帮你介绍说 啊好 我刚好我有案子 我给你做业绩 这种一开始某种人情的还算 很普通 很合理嘛 对 可是 完全不认识 然后又 来委托 就让我觉得说 自己出来开业 好像是有生意的 那时候的 心理上的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对对对 是比较踏实 所以反而你要去拜拜才对 就是对 应该我应该要多去 有啊 有一些道长他们 不是会去那个土地公庙啊 什么的 对要去去领发财经 什么的 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这个 对 那义全呢 我们这行其实很多人都很信这个啦 对啊 那我们是觉得 有些时候就是 尊天地敬鬼神啦 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武啦 对啊 我们个人当然也是多少会信啦 因为这种神明指示托梦的 还有一个之前有一些更具体的 说什么从他家哪个地方 东方 东南方的方位出来啦 然后呢 往哪个地方走 往哪个地方走多远 要找到属马的啦 这有的没有的这种想法 我们都遇过啦 但是因为后来我们自己也 略懂一些这些东西啦 还可以跟他讨论 有一次讨论完之后跟他讲说 律师你为什么会懂这个东西 就会想说你会懂 为什么我不能懂 对啊 然后他后来那时候算完之后 算完之后就觉得说 好像很好的时候 我还跟他讲说 没有其实我觉得你算错了 你那个方位的那个部分的五行 你那个搭配 我觉得这样算起来不对 然后我们后来讨论完 讨论完之后 他忽然发现 忽然发现他算错 因为我们觉得这种人有时候怪怪的 我们想说 下一次想说那就不要 那他突然就会在家想说 哇律师你讲的真是老实 对啊 代表你没有骗我 所以我要委任你 然后我想说 律师本来是要推案 所以后来被人推不掉 那有好好的方案是要打贏吗 没有 他后来那一件 就是后来有打贏 然后后来想想就觉得 哇你这个 是你运气 到底是你算得很差 还是你运气不错 我们也是很难去 反正找到你就对了 对 然后因为之前有一些是来自的时候 然后动不动就在讲说 像你刚刚傅海讲 他说什么我们算起年 那一来的时候就跟他讲 律师我跟你讲 我刚刚算过了 我这个官司会卡一年多 我后来那时候看一看 就趁他那边讲 另外的东西的时候就输入一下 然后看一看 就说 你这个不用帮你算啦 你近来收到船票 这个官司打大概一年多 刚好你农历就过工了 我们专业术语 就是刚好他过了那一年 流年过了 流年过了之后你运会转 对啊那你当然你官司会结束 律师你怎么会懂这个 我心里就会想说 就只有你能懂我不能懂 然后他就想想 律师你这个排得好像还蛮准确的 那个跟我算命的没有讲这么细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是不是叫你回去再算 对律师你怎么知道 你就摆明人家叫你回去多让他赚一笔嘛 然后他就 又是出现传统那一句话 律师你没有骗我 你是好人所以我要委托你 然后后来有时候 如果这种案子久了之后你知道吗 到底是律师还是算命是我自己也分不下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些时候 多数当事人在那个时间点 他们心里是彷徨无疑 他们没有信心的 所以你只要能给他信心 你只要能让他安心 你讲什么他都会听 也可能因为你给了他信心 反而官司会答应 因为他有努力的去做一下准备 他稳住了嘛 对 不过我自己也遇过一个 我自己觉得蛮悬的 我是遇到的状况是这样 嘉义有一间庙 我也不认识嘉义那间庙 它是一个他们当地宗族的一间 什么将军庙 那我们一般也不会去 也不会经过 可是呢 这间庙指定我要打官司 但我也莫名其妙 因为我人在台北嘛 怎么会嘉义某个地区地方的庙 说就是要找我打官司 打电话来 然后我就好 我听我就觉得说 这个很玄 就是要找 我也不知道那个庙在 我就说好 当时你如果确定委任我 我到你那间庙去 我就真的到那间庙去 那当然就 很谢谢这个将军 什么 居然指定要我帮你打 我就人到现场 也跟他拜这些 就是敬重他嘛 结果真的发生很玄的事情 我们从庙出来 就有一个人 骑着摩托车经过 然后就看到我们 然后就说 你们谁啊 我们就说我们是律师 要来帮这间庙打 那个庙禅的诉讼 他说真的啊 我跟你讲 我的爸爸以前 也都在协助这间庙 他留了很多的文件 在我身上 在我家里面 我也不知道那做什么用 你要不要看一看 我们就真的 那庙宗族就住隔壁嘛 就真的到他家去 拿了一大堆东西出来 我们看一看 还真的有用 结果后面 我们真的也就拿那个人 拿出了那些证据佐证 打赢了那个官司 而且这案件 他并不是刚开始打 他已经是一审二审 三审发回又到二审 然后才找到我们 然后我们在二审以后 帮他打赢了 因为前面是输的 就一审输二审输 三审发回到二审 我们帮他打赢 然后再到三审 然后当时人就 因为找我们说真的 他的律师费比较贵 他就说那二审打赢了吗 那三审他们自己打 再找原本的 也不是原本 就是其他的律师 又打输了 对 然后再发回 又要再叫我们打 对所以我们就变成 一直在抢救你知道吗 打赢了反而没委托我们 然后他们就拿回去 然后打输又来找 然后大概在我们大概好多年前了 后来案子他们就原本拿回去了 我们也就没有再关心这案子 前不久又来找我们 为什么 因为这个庙的经营权被拿走了 就是他们在打这个 这个庙到底那个叫什么 有点像主持 庙的信徒大会 什么开选举 什么输了 然后要把这个案件 就是那个选举 要把它撤销掉 又来找我们 打一打 又打赢了 他们经营权又拿回去了 他们官司又继续找 又找别人律师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直接跟当生讲说 你们有学乖吗 你不觉得 你们神明就指定要我们打 你只要打赢了 拿回去又会打输啊 你应该叫我们继续打 让他打赢啊 然后当生就说 可是你们相对很贵啊 我们找当地比较便宜啊 所以我们也是只能 做这个决定 就是也是不得不啊 然后我心中觉得说 你应该去问问神明 搞不好他很愿意花这个钱的 但是结果就这样 所以现在又拿回去打了 我就又在想说 应该不会哪一天 又打输又要来找我们了 就一直来回不断的 但是我就真的觉得很神奇啦 就是也没有遇过这种事情 但是真的也就发生 而且真的就这么 冥冥之中就 怎么会在路上遇到一个骑摩托车 结果他说他的爸爸 然后是以前处理庙 然后留了一堆资料给我 就真的是很悬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让人们全部都说 azioni数月 could запos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跟大家讲了这么多 不管是真实发生的 或是听闻别人发生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说 冥冥之中 特别像我们这种司法的工作者 真的遇到这些事情 但是大部分都还是善恶有分 而不会是 为什么冥冥之中 特别帮助坏人 倒没有这样子的 我们遇到的这些经历 很多都是帮助一些 有冤屈的 或者是正义应该伸张的 所以即便我们是司法的工作者 我们经历得到这些灵异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 这些故事 还是给我们一个很正向的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你做坏事 或是你做不好的事情 即便法律上面 可能有一些界限 没办法处理 可是这个冥冥之中 神明啦 不管这个道德啦 或者是说 这些在我们宇宙之间 还是有一道界限 或者是说有一个标准在那边 还是会惩罚 又或者是让正义伸张的 所以还是要奉劝各位 虽然我们在法律上 是我们所谓的最后一道界限 可是如果你平常在做人 或者是跟别人的处事态度上面 就容易喜欢占别人便宜 或让别人吃亏 或许你以为说 这个反正 别人拿我无可奈何 但或许有一天 你还是会遇到踢到铁板 还是会遇到一些报应的 这些呢 不是只有法律能够处理 还是有很多 在冥冥之中的一些正气 或者是一些道理 是可以处置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上 也还是非常感谢 我们有两位大律师 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 首先谢谢我们的 谢富凯谢大律师 谢谢各位 还有朱毅浅书大律师 谢谢大家 好 那也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我们六日播出的节目 在我们晚上八点钟 静天电视台 还有我们静天电视的 GOLDEN TV 看电视 学知识 律师的钟言 让你受用一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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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